好緊張喔 總共多少錢呢 加一加 兩萬機票 兩萬一千五百二十九 二一五二九 加 住宿 一萬一千四百零八 一四零八 欸你現在猜多少 你知道我們總共有多少 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九 機票 兩萬一千五百二十九 十六 現在時間是差不多晚上十一點十分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我老婆在 幼兒園老師的日常 正在加班港文件 沒有講文件 我在分照片 她在分那個寫照照片 然後今天 主要是想要跟大家來聊一聊 我們這一次 出國到日本 五天 四夜 總共花了多少錢 那為什麼講話要這麼小聲呢 因為 我兒子 剛剛好不容易才睡著 因為她說 對 但 今天比較晚 今天搞到快 十點四十幾 她在這邊做到想爸爸 就在叫我 好 那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炫耀我嗎 炫耀什麼 不要找我 對啊 就想說 對啊 不是 主要是因為我影片已經 日本型的影片 其實 已經全部都剪完了 那接下來 不會再好日本的影片了 那 想說做一個終結 未來還會有 有時候這一次 我們2019年 去東京的影片 已經都剪完了 欸 剪很久耶 不然太浪漫了 你們都已經剪了快兩天了 好 因為剪很久 我們去日本五天 然後我剪了二十 應該是二十支影片吧 就是我幾乎 幾乎把五天所有的大家喜歡的時間 都 都剪完 都把它剪出來 所以那 最後一次的日本影片 就是做一個終結 好多長時間 來看一下 我剛剛在裡面有 稍微 算一下 然後 主要就是分幾個部分 一般我們出國旅行 比較大風的那個 花費 就是 機票跟住宿 那 機票的部分 我們這次訂的是 庫行 來回都是庫行 然後我們一家三口 總共是 兩萬一千五百二十九元 那這個兩萬一千多元呢 是包含了 去 有 二十公斤的行李 然後 回來 有 兩個二十公斤的行李 就是我跟他 我跟我老婆一人一個 總共回來有四十公斤的行李 再加上一個小朋友 那 因為是廉價航空 所以其實他是沒有所謂的 什麼的同調 反正 像我兒子這個年紀 他就是佔一個成人的座位 這樣子一家三口 包含剛剛的 所講的東西 總共是 兩萬一千五百二十九元 好 再來就是 住宿 住宿我們住 東橫櫻 總共住了 五天四夜 住在西閣西 那總共是 三萬九千三百四十元 聽起來很貴的 但是它是日圓 所以 要先 換算一下 那我們 那個時候 去的時候 匯率比較貴 是 0.29 所以 三萬 九千 三百四十 日圓 要乘以 0.29 等於 一萬一千 四百零八元 所以我們 東橫印住了 看一下 有啦 有啦 一萬一千四百零八 點六元 那點六元就不用了 因為一千四百零八 住宿五天四夜 一萬一千四百零八 應該算 蠻便宜的啦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它有含早餐 還有含接駁車 然後 這兩個是比較大宗的 機票住宿 接下來就是 娛樂的部分 娛樂的部分 呃 娛樂的部分 最大筆的就是 迪士尼 那迪士尼的門票 大人的話 他的日幣是 七千四百元 一個大人 小朋友是 四千八百元 這是你在日本買的話 那我們是先在 台灣就 跟那個 台灣的旅行社先買好 他直接出國前就寄來了 那我買的 費用是 大人是兩千一百元 一漲兩千一百元 我算了一下 你看喔 七千四十的幣 乘以0.29 等於 兩千一百四十六 所以我 當時的 匯率來講的話 他賣兩千一百元 算 有便宜一點點 然後 小孩的部分是 一千三百八十元 一千三百八十元 一千三百八十元的話 小朋友的 迪士尼門票是 四千八 乘以 0.29 所以小朋友是 一千三百九十二台幣 如果你在日本買的話 以當時的 匯率換算 小朋友要 一千三百九十二台幣 可樂旅遊是 賣一千三百八 也是有便宜 個十幾塊 所以不見得 要到日本再買 就是也可以 找一下台灣 有時候 有的旅行社 不一定是可樂旅遊 可是剛好我那時候就找一下 換算過來之後 那個價格 避日本便宜 就跟他買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樂高樂園 樂高樂園的話 門票你 一定要到網路上先買好 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你現場買的話 他的門票是 兩千五百日元 可是如果你在網路上先買的話 比如說我是在 Klook上面買 一個人 他不分大人小孩 一個人只要五百元 五百台幣 一個人只要五百台幣 那我們可以算一下 如果你是在現場買的話 兩千五百日元 乘以0.29 如果你是在 現場買票的話 要七百二十五元 台幣 換成台幣要七百二十五元 所以當然是要在 網路上先買好 一個人的價差就 就兩百多元 再來就是 我們還有去一個 地下鐵博物館 基本上 地下鐵博物館 我覺得他的門票根本就是 佛心來的 以日本這樣子 我們去了 剛剛前面講的 迪士尼樂園、樂高樂園 我們都看他的票價 都是幾千幾千了 地下鐵博物館 他的票價只要 大人只要兩百一十日元 花費用台幣 大概連六十元都不到 小朋友只要一百日元 台幣大概三十元不到 非常的便宜 影片的內容 我覺得也很豐富 真的蠻值得推薦給大家去逛的 那以上是娛樂的部分 接下來我要講吃 吃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是 可以很便宜 你也可以吃得很貴 我只列一個 我們 出發之前 就有先預約好 比較貴的 那就是 迪士尼餐廳 我們預約的是A席的座位 A席的座位 A席的座位的話 一個大人是 四千五百三十日元 來算一下 四五三十日元 然後乘以 0.29的匯率 所以一個大人在 迪士尼餐廳用餐 要 一千三百一十三元 然後小朋友的話 是三千一百九十日元 一樣我把它乘以0.29 所以小朋友一個人 是925台幣 這一餐是我們出發之前 就決定好像要吃比較貴的 那其實你在日本要吃飯 你也可以吃得很便宜 比如說吃松屋 吃松屋一餐 你也可以一個人 只要三百日元 或是五百日元 就搞定 或是去超市 去買他的那個 集齊品的出清 那個可能就拿到半額 就可以吃得很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你可以是很浮動的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很浮動的 看你想要吃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交通跟購物也是 除了吃之外 交通跟購物 這個部分也是比較浮動 根據每個人的行程不同 那每個人的情況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比較沒有把它詳細的記下來 每次出國前 我就通通這個算法 反正我們出國幾天 就是一天就抓一個人 一萬日元的零用金 所以我跟我老婆 我們這次出國五天 一個人就帶五萬日元 五萬日元 以當時的匯率來算的話 一個人就是差不多台幣 一萬四千五百的零用金 這個部分就包含了吃 跟坐車 然後還有 對 買一些伴手禮 通常都是包含在裡面喔 而且很夠用 其實我們也沒有特別的節省 像我老婆去買藥磚 或是我們有時候去逛那個 玩具店看到什麼東西 臨時想買的 就是小東西啦 就沒有特別的節省 看到經驗品 怎麼想買了就買 到最後都還是有剩 我這邊差不多還剩一萬五千日元左右 你還剩多少 你覺得我有剩 那是上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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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這樣的算法 到目前為止 我們 我們透支一萬 我把上次兩萬塊運到一萬 好 因為這次買禮到多藥磚嘛 你們知道藥磚店幾乎都說他了嗎 對啊 這是我們家的算法 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覺得一天抓一萬日元 就差不多了 那你可以某幾餐 吃的稍微比較 省錢一點 然後把那個省下來的預算 可以集中到某幾餐吃的好一點 那尤其是像 我們如果做東橫運的話 東橫運有附早餐嘛 那早餐又省下來了 那我們住的地方 他有接駁車 又省一些交通費 所以其實像到處都是都還蠻夠用的啦 這些東西比較浮動的東西 我通通都算在零用錢裡面 零用金 一個人就是五萬日元 兩個人是十萬日元 兩個人加起來兩萬九 我還沒什麼忘記的 主要就這樣子嘛 這樣子 就可以算加重了 那如果啦 因為我有帶信用卡 如果臨時看到什麼比較貴的東西想要買 有在日本買過iPad Touch 那個一台可能就七八千塊 那我就不會用零用金購買 那個就是另外的 就是用刷卡的 那零用金就通通都是相當我講的 三餐 交通 跟小東西的購物 好 那現在我來把所有的東西 加總加 好緊張喔 總共多少錢呢 加一加 兩萬機票 兩萬一千五百二十九 二一二九 加 住宿 一萬一千四百零八 一四零八 欸你現在猜多少 你知道我們手工要多少 七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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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七二十五 總共我們花了七萬兩千七百一十九元 也蠻準的喔 七萬兩千七百一十九元 我寫一下 七萬兩千七百一十九元 台幣 所以總total 就是這樣子 看不看不看得到 看一下 總total就是這樣子 看得到啦 看得到 總total就是這樣 機票、住宿、娛樂、大餐、零用金 總共72,719元 不知道大家覺得醬汁的出國玩的費用算貴還是算便宜 我們玩的這些內容就總共在這20集裡面 花了這樣子的錢 總共花了這些錢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希望對以後也想要去日本自助旅行的人 想要帶小朋友去玩的人可以有一些幫助 好啦,那你們有什麼想要渡床的? 那位元老師,你們有什麼想要渡床的? 沒有 那今天可以幾點睡覺? 你不要找我做一些無聊的事情,我就可以找人家 這樣子講人家會誤會好不好 那今天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家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每個星期三跟星期五的晚上6點都會準時上傳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大家掰掰 掰掰 等一下,事情還沒完 我剛剛,我在睡覺之前 有答應他,他明天玩具分享要帶這個叫做蛇旗吧 然後他的這個包裝這邊裂了 我有答應他要幫他黏好 所以工作還沒做完 他們每個禮拜一都可以自己帶玩具到學校去跟大家一起玩 深夜的手工事件 不要讓這個,讓這個是骰子已經掉出來就好了 可是就是還是爛爛的啊 沒有啊,應該是至少不會掉出來的 不要抖一抖就晃一晃就掉了 好啦,你用完了 大家晚安,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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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m acting stupid like every day Don't know what to do